多资处移民快报 快速通道的申请者在7月27日应该都收到了一封Action Required的邮件提醒 邮件的大致内容是提醒拥有加拿大本地教育经历的申请者需要更新三个问题 如果为及时更新,可能会错过接下来新一轮的邀请 这三个问题如图所示 消息一出,瞬间可以被挤爆,基本无法登陆 或者即使能登陆也相当拥挤 多资处已经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准备了需要更新的表格 以及对每个需要更新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如果对更新信息仍然有不明白的申请者 可以尽快联系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新一轮的邀请 您好,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那我帮您